提起神仙姐姐刘亦菲,不少人都会为她倾倒,从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出道到现在,贡献了不少经典角色。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,刘亦菲的美貌却没有大的改变,依然是当初美艳动人的神仙姐姐。 刘亦菲版《小龙女》一袭白衣,演出了小龙女的与世无争,以及长久待在古墓的清闻感觉。 更重要的是,刘亦菲的颜值是真的很高,《小龙女》一出就成了无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最美姑姑。 剧中的她宛如仙女下凡,成名之后的她还会参加很多活动,白色抹熊群上点织了一些粉丝的花朵,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地有气质。 刘亦菲拍戏这么多年都只是演武侠剧和民国戏,古装戏真的是少之又少。 电视剧自从在《神雕侠侣》后再也不拍了,转战大荧幕。 近日,有网友用AI换脸技术给刘亦菲换造型。 不同于孙力的端庄大方,刘亦菲的轻功造型太美艳了。 当看到刘亦菲的轻功造型后,能明白为什么刘亦菲不接轻功剧了。 与孙力一般鹅蛋脸,却有着几分秀丽,简直是漂亮至极。 网友都直呼,可以直接大结局了。 不得不承认,颜值在线的神仙姐姐不管穿什么都是非常好看的。 果然是看颜值的世界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